公元前,秦朝末年,暴政肆虐,民不聊胜,沛县的刘邦,自济,一位原本不务正业却胸怀壮志的农家子弟,急远巧合下成为沛县的似水亭长,在秦王朝风雨飘摇之际,刘邦勇敢地接根而起,响应陈胜,吴广的起义号召,聚众三间,开启了他的反秦之路,刘邦会演石柱身边聚集了一批如霄河, 张良,韩信等各具才华的人物,其中韩信已出众的军事才能,驻刘邦在楚汉争霸中屡见其功,从暗度陈仓攻去关中,到景行之战被水一战,再到该下决战围困相遇,每一场战役都彰显了他的智谋与胆略,在四年激烈的楚汉战争中,刘邦虽经历捧成惨败,但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灵活的外交手腕, 最终在该下一意彻底击败了强大的对手项目,结束了纷乱的战国局面,建立了汉朝,刘邦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,等级后,清瑶伯父鼓励农耕,恢复民生, 同时汲取秦朝迅速覆灭的教训,施行宽人政策,稳定了社会秩序,然而,功臣韩信的光辉战绩与日益增长的威望,使得刘邦心生警惕, 在建立汉朝之后,处于对权力安全的考虑,刘邦在皇后吕智与丞相萧和的配合下, 以阴谋的形式将韩信诱补,并最终将其处决,以此消除潜在的威胁, 刘邦这位从普通百姓逆袭为开国皇帝的传奇人物, 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,成功建立了延续数百年的汉朝, 成为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奠基者, 其一生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深沉的政治权谋, 背后是传颂不已。